画工笔画用墨汁好还是要用磨墨的好 哪一个比较好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蛮多人在询问的 所以呢我就拍了一个视频来回答大家 从结论来说基本上是不论墨汁或者是你用磨墨的方式 它都只是一个绘画上的材料 你熟悉它你使用习惯 你能表现出你想要的画面质感 都是可以的 它没有绝对一定要用哪一种方式是比较好的 那为什么就会有些人会坚持掉用磨墨的方式去画工笔画呢 其实呢我自己也本身比较喜欢用磨墨的方式去画工笔作品 这边就来深入的了解磨墨和墨汁它的优缺点 让你自己去做评估哦 在现代人生活步调比较快方便为主 墨汁也是蛮多工笔画家会去选择的材料 墨汁它本身也有一个优点 它是化学成分里面呢会有一些的含焦量比较重 所以你在画工笔的时候为了怕会晕开来 墨汁它就可以保证你不用再额外的加焦的问题 你在表画的时候它就比较不容易晕开来 这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如果你是选择用墨汁的方式去画工笔 建议市面上可以选择比较好一点的墨汁 像有一些厂家出的墨汁品质都很好 你可以去尝试去找适合你的墨汁去画图 另外说说墨墨的好处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墨墨的方式去画工笔画 因为墨墨它的墨色变化会蛮多的 它的墨颗粒是大小不同 墨汁的颗粒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墨色变化中来说 墨墨它所表现出来的层次感会比较接近于古画 尤其我们在林某古画的时候 古人也是用墨墨的方式去表现他的作品 所以在用墨墨的这个过程中 你也可以就更能接近古画的精神 还有接近它原材料的质感 它第二个优点是它的胶比较轻 比较不会像墨汁胶这么重 所以它不会伤毛笔 你在洗毛笔的时候会很快就可以洗掉它的墨色 相对的因为这个优点 所以你在写线条的时候笔不会有制色的感觉 写线条会更顺畅 墨块又有分为油淹没和松淹没 所以我们工笔画大多 线条在画的时候是用油淹没来淹没的 它的效果会比较发亮比较黑 那松淹没的功效呢 那松淹没的功效呢 黄黑但是呢 它没有光泽 比较适合画蝴蝶和私女的头发 所以呢 墨墨有分为松淹和油淹两种墨色 总结 不论你是用墨汁或是用墨墨的方式 最好呢 我们在画工笔的时候都不要用树墨 就是隔夜的墨 墨色如果用树墨呢 它的黏着度会比较差 反复在晕蓝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黑边不均匀 所以呢 不要用隔夜的墨哦 我们刚开始学画的时候 面对琳南满目的画剧和纸笔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有选择的困难和使用上不知道怎么使用呢 这个问题在我刚开始接触工笔画的时候 就花过很大量的时间去摸索试错 买过很多不适合用的纸和笔 更惨的是曾经用过错误的方法去使用颜料 浪费了昂贵的矿物颜料 也要重新画整幅画作 心情就觉得很挫折 所以在初学工笔画的时候 选择正确的工具和使用方法 这其实是蛮重要的 而且可以让我们省下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因为影片的篇幅有限 我在四女化密集班中 有录制大约25分钟的影片 详细的说明如何去选择材料 它是我经验的总结 也是我们经过实验真的有效的方法 如果在十年前也有人告诉我这些方法 去正确的使用工笔画的用具 我会觉得非常的宝贵 你可以先点击下方的连结去领取 大约40分钟的免费试听课程 去了解师女化密集班 这个课程主要是希望能协助 对于工笔画有兴趣的朋友 更快速轻松的去入门学习 减少你摸索试错的时间 从0到1有系统的学会工笔画画出自己的作品哦 因为市面上很少这相关的课程 所以我将它用成录播和直播的课程 希望能帮助到你 我是小银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拜拜